歡迎來到這個有Q者沒有窮人 這個星期五 中五六就是我們的節目 先講講大市情況 星期三應該就是上去27077 我早幾天已經跟大家預測了 如果突破26800就去27077 留意一下 如果你拿了700 9988是沒有贏到錢的 你會很失望的 反而是跌的 你都在那個位置就是將那些紅症打靶 將26700 刺到27000 左右的紅症 全部刷了 有2000多張 當然 刷完馬上收兵 也不夠7分鐘下來了 我們就在那個位置空去 距離我猜的目標價 高出了27點 我猜最多到27050 而高位是27077 馬上賺了500點 因為它為甚麼 馬上下到2659多 半天就可以贏了 好了 尤其是我們用這個P500 更加簡單 都不用買紅症了 是不是 那我講一講 另外除了市況之外 我們講一講為甚麼會這樣呢 就是那個大選 昨天很多朋友都跟貼了 自己也很緊張 這個美國選總統 就好像比我們自己的家裡的事 大家都爭吵到面紅耳耳 我都說沒甚麼必要的 但是我昨天出了Post 就說這個賓州的聯邦法官 已經叫大家暫緩 暫緩認證拜登的選舉人票的 這是第一 第二點大家要留意一下 選舉人是可以由這個州參議院 或者州眾議院再去選過的 如果州參議院從眾議院不認定這些選舉人 可以替換他們 甚至乎由他們去選 裡面有很多機制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美國人立這個香港民主法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有一個叫紅線的系統 可以漏東西透過電話投票的 所以大家對美國的事都不太了解 我一早就說了 大家始終都是港仔油尖旺 對美國人的事可以說知極都是八成的 大家不需要這樣爭辯 但是我覺得昨天出了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大家有很多對今次選舉舞弊 共和黨有很多指控 當然認為拜登想贏的人 就說這些證據是騙人的 但是昨天就好了 在這個聽證會那裡可以見到 這個Woodie 是特朗普特斯的Woodie Giuliani 已經是指曾出各種門騙的手段 而且證人是出來作供的非常清晰 其中有共和黨的點票員說 是被人拒絕進去 甚至乎恐嚇 另外一個民主黨 他不是共和黨留意 亦都是點票員 他就基於身為美國人 就看不過眼他們這樣行騙 所以出來就指證他們 還說他被那個主管 甚至乎去到那個地步 可以說是將他毆打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這種手法在哪裡最多 大家留意一下這個選舉並未曾可以落定 因為之前因為CNN和Fox News 包括我們香港的傳媒 Now、有線和CCTVB都沒有報導 有關這個賓州法院 暫緩選舉人票 為甚麼會這樣呢 我不知道 但這個有線電視甚至乎說 昨天這個聽證會是共和黨的一個活動 如果你聽上去是以為加連華日 這個有線的編彩部 都去到這個地步 都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香港的這樣的電視台 大家要認清楚了 以後看有線、看Now這些 或者CCTVB這些新聞報導 並非是事實 大家必須要回去查三次 千萬不要再相信香港這些電視台的新聞報導 大部分 尤其是在這次選舉裏 我這樣說有六成都不是正確的 譬如說 拜登已經贏了 那晚已經不正確了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這一點 另外我覺得 接下來會進入一個司法的程序 究竟Powell另外一個女律師 重點就是投票機沒有出術了 Dominion 大家知道 本來出席聽證會 就不敢出席了 就走了去加拿大的 Northwest Territories 他們派了記者去 發現一件事很有趣的 Dominion 當然不敢出來見到記者 同一層樓是索羅斯來的 究竟今次這個選舉舞弊 是幕後有多少人來人尋味 就算你不是支持布朗普 或者支持拜登都好 都想知道究竟為什麼會搞 這麼大規模的行騙和舞弊呢 而且我覺得不需要理誰贏輸了 因為有一半的美國人已經被喚醒 知道早有一些黑勢力 滲透他們的國家 而且這些黑勢力勾結了拜登 這些民主黨 譬如希拉里這些 和華爾街 是貪腐到極度的程度 甚至乎奧巴馬絕對信不過了 其實早在這個克林頓年代已經開始了 都好 對我們認識歷史 對我們認識人性 對我們認識美國民主黨這一班人 為了利益而出賣國家 大家可以認清這件事 作為一個課題也好 作為一個認識世界的事件也好 諸事八卦也好 都可以了解 很來人尋味 我們看回 接下來三個搖擺 州份所舉行的聽證會 就會更加詳細知道這些證人的作工 並指出了這些舞弊的人 看看會不會真是說 連CIA都有份 拿出電腦的數據 昨天您會留意到 在這個聽證會現場 大家都可以看到 當他們指出 特朗普在賓州領先 大概六十多萬票的時候 到凌晨六點多 當所有共和黨的點票員 或者監察員離開之後 突然間在五秒鐘 拜登出現了六十萬張選票 而五十九萬七千張都是拜登 而現在三千張是特朗普 是全場嘩然的 這些共和黨的州參議員 都是非常想知道 為何會有這麼畸形的一種選舉 大家都知道 這個肯定是有問題 怎會突然多了六十萬人 正如你也知道 他們的領先優勢 只是在兩秒鐘被打破 而且這個電腦程式 在這個委內瑞拉都有用的 原來有些人專制點票機 都有一個生意 就給那些想行騙選舉的 獨裁國家用的 而且很貴的 一個州收成億元的 OK 講完這件事 我們就講回我們上個禮拜 提供的股票 我想講一講 上個禮拜我講有3333 今天升了 恆大留意和708兩 許先生就真是回購 在15.7有些人想走 我說你不用走 拿著 今天就去回16.8 而且就說 許家印先生已經回購 2億6千萬現金去買去 我不知道買了多少股 我再看看 但708和3333就不用看了 我們留意一下 這個米爾維尼 大家都很出名 大家應該炒股票的朋友都認識他 很多著作的 馬爾維尼維尼 就是一個美國非常出名的 trade高手 trade 是非常有名氣的 而且贏過很多次的比賽 即是鬥trade 誰比較厲害 跟香港股票一樣 就死了 個個那些大B 小D 全部都輸了 大家留意一下 他就是 不從來 都是贏中間的價位 所以我們上次介紹過 Peter Leach之後 比特蓮次去做那些Fundimental的研究 我們用TVB做了例子 今次我們再推介一本書給大家看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炒股票的過程 就不是那麼膚淺 寫著388、9988還要輸 什麼5G 我們希望有進步 當然大家都需要像讀書 有些時間去認識一下市場 看看他們的著作 這些當時德靈面向世界的高級trader 跟我們港仔、中上環那些經紀佬 簡直是兩個世界 正如你看到施朗那道 親自教你射佛球 和在旺角踢球是兩個世界 正如Winning Houston教你唱歌 和體容祖兒的演唱會 也是兩個世界 級數差太遠了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這本書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著作 上網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上次很多網友都問我 有什麼可以推介 大家留意一下 香港人很多都在 尤其是五、六十歲的人 很多時候他們都在七零年代已經畢業 他們從來都沒有回學校進修 所以在學問上是即脫節的 尤其是當時的科技 或者當時的炒股票形式 或者公司的運作 跟現在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大家如果不回學校都好 都可以看看那些書 我介紹一下我們用了它的做法 其實我暗中做了的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三個禮拜前 我已經告訴你 那些ATMX是不要碰住了 大家都見到 即使那天去到27,077點 其次 那幾隻ATMX是沒有錢 反而倒跌的 包括9988、700 所以我們沒有拿去 是吧 我們在三、四個禮拜前 當他們還沒說 什麼有疫苗的時候 我們已經轉去銀河娛樂 是五十一元買的 那都是去到六十五元 那是一個禮拜用五日 我們五日測試法 有一個重點就是 我們用時間 我們沒有時間等的 不可以讓你門天過海 買了些東西 跌了兩年 突然升回又說自己猜中 我們五日內就發生了 大家有目共睹 七五三中國各行 大家看到3A那裏 監製上一套 就見到這個五十一去六十五元 這個27號的銀河娛樂 那突然間有好消息 就說未描出來了 澳門又開了 那如此類的東西 我們下了一隻六八一五七十四 才去到豪六指 也有四百個percent的 那也是在五日之內發生的 七五三這個大家都記得了 我們五個二買五個六走 下回去五元 我叫大家留一半 結果就去到六個半 那今天都是六個三的 二五二四零一毫子 變兩毫三 也是五日發生 這個是第一個禮拜 那米內維尼港角 他只是在中間位贏了 就離開 做這個trade 我們就叫做trade 你不要去猜什麼跌升了 如果你買不到 賣不到 都是沒有用的 正如那天 期指 在26500 應該是星期二 它是星期三 去到27100 但如果你不估 跌下來你就沒有了 所以在哪個位買 也可以 在高位估也可以 就是做trade的 那些霧苗 同一日 升了500 又跌回500 看看你有沒有把握到這個機會 所以你去估市 升跌其實有些時候都沒有意思 是吧 除非有起碼3000點 我們在23400已經看好了 所以我跟大家說 去到26000多 你不用行的了 是差不多的 OK 另外第二個禮拜 我們都用這個米諾為來的 175我們都用過五日去做 175就是由14.7到23.5 大家也記得了 我們非常之成功 22992由7個仙去到7毫升至1000% 亦都是五六日內發生的 不是要等兩個月 讓我想想先 拿著先 坐下先 另外1810大家都記得 在這個WhatsApp Group 我發送給大家 24元 我記得是中午前發送的 下午已經去到25元 三天就去到28.6 亦都是那隻霧 我忘了那個號碼 大家都記得了 就應該馬上又贏了 亦都是第二個禮拜 這個我們跟回米諾為來的 Trading Pattern 就是告訴你 我們做Trading一個禮拜 用兩隻股票 用兩隻卵 就已經盤滿撥滿了 尤其是175 剛剛這個禮拜 我又介紹了用241 如果大家記得 我三日前 應該是星期二到開始買了 19.5元 今天去到多少錢 今天去到23元 這隻卵也馬上搞定了 29375 由1毫子到2毫子 升了100% 是2.5 trading day 即兩日半搞定了 這個就是今個禮拜了 你忘記了27753 175 1810 我們已經完了 今個禮拜就贏這隻 另外我們買了一隻 1789 由11.3 超賣又背遲了 11.8 這隻18357 由6國先到7國先 完成三個禮拜 我都不用看你什麼 京東 我都不用看你什麼 九九八八 在那裡磨來磨去 我們就這樣完成了 現在的利用相當之好 這一個就是世界級的trading 去看這個時況 不是去古道瓶師匯套 還是什麼 你做不做到trading才行 所以留意我們五日測試法 還有我們希望大家看看這些書 裏面有一個叫VCP 其實都是一個contraction pattern 就是那些股票收窄到一個地步 當成交減少 而買方的demanding增加 股票突破 今天有一隻就是354 突破去8.2 你回去看看圖表 配入去VCP 其中一隻 另外我推介過1448 是未突破的 但今天也要去回8元 那你又可以學一下 這種生命的認識 有什麼 criteria在裏面 當然啦 節目時間不夠 我不可以詳細說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希望有一個進步 有progress的 不只是原地踏步 講來講去三福氣的 一定要留意這些世界級的了 正如看電影一樣 當然是荷里活的 TVB那些垃圾劇 已經沒有人看了 你看到台興都沒有人知道 再說另外的股票 317和2357已經發力了 2357在4.8都不肯回 我們記得去3.7都不太久 就實力了 另外那隻317在8.3也是發力的 1212呢 尼福就會買倫敦油公司的物業 結了很久下來的了 6元今天去到6.4元 留意今天有一隻2669 就因為那些ATMX不走 輪到許利走 今天去到4.6 一旦就4.9 留意我沒有寫下 24280一定是繼續持有的 另外753如果回到6.2 我會持有一點證股都可以的 另外講一講 我這裡沒有寫那麼長篇 因為簡單一點 就SOLO 美股大家都不錯 成績 就由2元去到8元是4倍的了 有些人6元走了 這個底到爛 2元美金變6元美金 另外呢 也都是有這個work 這個slack technology 大家在28元買的去到40幾 大家都有30%的利潤 應該是不錯的 大家相當之不錯的利潤 我知道大家都贏了 相當之開心 另外我下個節會講一下 這個家權指數 還有就是那些ETF 我們有講的 但是市況呢 我就講一講 另一種就是反應 它一去到27077 我們就伏去了 很少人有伏去的 為什麼呢 大家都在看 就沒有反應 去到那個位置 那你就作一個response 就是這個位置就伏了 同樣跌得太急的時候 去到25,400 你就作一個反應 就是去buy 我們可以不需要估這個市況 當一個市況 雖然一個scenario 一個情形的時候 我們才去response 它都可以的 譬如今早我選了2669 就是我發現它太低了 那我跟大家講了 其實沒有什麼原因 沒有什麼 太低的東西就會上來 太高的東西就會下去 是不是 那未來的日子 我希望大家能夠 有進步地 或者是可以看到一些事情 為什麼我發現很多人最近 就說失業 我聽到有些老友講 全職炒股票 但是都OK 是不是 跟我這樣做三個禮拜 大家看到我如任務共睹 推介的那些股票 立刻搞定 沒有時間等了 因為香港處於一個 借來的空間 借來的時間 甚至乎大家都很少 需要錢用 有些人失業了 甚至乎我們有個網友 Robin 他身體非常之差 大家例如說一句 希望早日康復 但是哪有時間 跟你等人身體那麼差 哇大哥 即是說市會去到多少 要等三個月都未到 那些太久了 一定是被時代淘汰的 大家留意回 我們就是跟回那個時代 留意一下這個 美內維尼 出來的全部都是要快速去升的 我前天說的241都是例子 我目標價25元 現在都去到24元 正如3333 我跟大家說 它一升很急的 你千萬不要想著慢慢來 不能慢慢來 那個世代太急 所以大家立即是 即即刻要贏 為甚麼呢 因為大家都很需要錢用 還有呢 那個時代和這種 慢慢拿著股票 看看怎樣 坐下那些時代過去的 如果你這樣去做基金經理 一定是炒你魷魚的了 而且尤其是 如果你看錯市 超過3000點 馬上就包袱了 沒有時間給你 你留意一下 這個美內維尼的注裝 大家可以去 就是 書店買到 上網都有很多去的片的 還有它都有指導的 我公道說的 很多節目都是 就是 港仔股品 是經常推介自己的 我們絕對不是 我們很公道 這個世界很多聰明人的 不是只是 我們懂得看股票 很多人都懂得看 甚至乎比我們更加優勝 我們應該向人家學習 是謙卑的 不是只是靠一個人 去怎樣想的 所以大家希望在這裏 看看Peter Leach 看看米樂維尼 接下來的日子 可以有進步 至少了解市場 看這班港仔 原地答報 兼且不學武術 個個都是七幾年畢業的 就去一間政業行打工 接著 做了幾十年 從來沒有上學校讀書的 這些沒有進步的 為甚麼呢 因為現在新技術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學 學不完 很多不同的電腦程式 好嗎 我們下一節再講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是怎樣呢 我們先講一講 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也要報道 今天再升21點 接近14時 如果你真的要上班的朋友 這就是最好的 大家上次都講過這個問題 我又回覆一次 這個富邦是有台灣的旗權 或者旗子買賣的 但是要去富邦銀行開戶口 不怕賣廣告 的確是台灣方面 那些證券的東西 他們最清楚 所以如果你做了他們的客戶 當然會 可以問很多你不明白的問題 另外這個台積電 繼續在這個500元 賠回 我們講的時候是420 大家留意 是升得慢一點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失贏的東西 是慢一點的 好嗎 另外我們講講這個美股 我覺得它就在這個29,000 至到29,800 甚至乎幾百點那裡賠回 但是我覺得差不多位 它就未必會再大幅上升 因為為什麼呢 在一個美國的博彩公司 已經定了特朗普 都會真的翻到盤的盤 例如一倍二十 我們就很客觀地講 我們也不會硬硬硬 問題的 就是隨著時間都這樣過的話 除非特朗普 立即在這個聯邦法庭 拿到一個 Dramatically的評論 就說這個選舉 的確出現大型舞弊 否則它的機會是小了的 這個我們要承認一下 另外再講一講 就是這個五日測試法 有朋友問我因為新加入 我們五日測試法著重 就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之內獲利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等那麼久 而且這樣做 是會將我們的資金hold住的 尤其是你看到現在的市況 譬如舉個例子 好像9988為例 它都是由這個304元 跌到去240元 那你去坐那些股票 如果你坐得不好 可以說浪費了些時間 當然我們205元買到30幾元 就要根據我們自己的判斷 而作出一個套理的行動 否則你再坐 就不會一直這樣升的 而且你知道了 剛才我講過了 所有那些世界級的高手 它都不太在意 找一隻升很多的股票 為甚麼呢 就好像我剛才推介 我們三個星期 連續每一個星期 只是用一隻至兩隻股票 包括像今天的2-4-1這樣 我們已經贏了很多錢 我理得你那些 那些要升多少 那些要很長時間 是吧 變成做一百次 做一萬次 它每年的業績是相當優秀的 可以說是冠絕華爾街的 那你想一想這個心法 不要經常打算吃大鋪 好像我記得我姨媽打麻將 她教我 我吃很多鋪三分 有些人就喜歡做大牌 好大喜功的人就是這樣 但結果呢 她打八圈才吃一鋪牌 其實她結果都是輸錢的 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是同一個這樣的意思 我們再講一講 我們五日測試法 就著重於在哪一個時間買 那些股票會馬上升 我們不需要hold住資金 那大家也能見到 我剛才在上一個環節推介 延續三個星期 每次推介兩隻 都在五日之內發生的 而且已經全部獲利 而獲利的幅度是大的 不是什麼升一兩格 其中有一隻升了一千個百分比 最少都會升到八十至一百個百分比 例如好像二四一的 是不是 今天我們推介這隻 也都是 嘩 從頭升到尾 現在我看機器 這隻二九三七五 突破了兩毛錢 那我們只在前日 其實嚴格來說是一日至一半 就已經升了一百個百分比 所以我們用回這個方法 今天講一下下個星期 有什麼可以推介一下 下個星期隨著 這個物館股跌了很久 尤其是這隻二六六九 就由差不多八個幾 九元跌到來 今天的四個幾 一定要買一些 立刻彈了 四六去到四六 大家可以留意下個星期 作為一個短炒 另外那隻碧桂園 都是六零九八 但是那隻銀碼大些 那隻我猜它明年才動手 大家如果有 就可以留意在四十元位 可以兜一點 就不需要急持有住 另外我提供一隻卵給大家 為什麼呢 我覺得它可能又碰一碰 二萬七千二也好 它不突破也好 我覺得有機會 市場回一回下去 二萬六千四 如果穿了二萬六千四 就有機會去二萬五千幾 大家不要帶一個看好 這個我和其他很多人 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尤其是當市場 現在你聽個個都說 哇 市一定上的了 那你要小心 因為我教過大家 用這個叫香港股評人指數 香港股評人十次 有八次都錯的 尤其是當它們全部聚買 看好的時候 你就要看回答了 這個大家要回去做些功課 就看看傳媒講的什麼 就不是看它股什麼股票 看它沒有肯定看好的 逢它很肯定看好的 你絕對度回串造 這個成功率很高的 另外我們推介 有一隻新股可以抽 也是許先生的 我非常喜歡他 今天3333已經升了 另外一隻就是6666 恆大地產用來還錢 給那幫債主 所以我覺得都不錯 好像是否剛才我看過 我不肯定大家看一看 好像九個半而已 這樣就碰當了 我最怕它是六十元那些 九個半有時間炒 炒它四十元就發達了 大家記得抽這隻四條六 而且很好 跟我們以前公司都像 33不盡66無窮 現在這隻就是3333 第二隻就是6666 3636 希望真的可以一直升上去 如果大家記得抽這隻 兒媽記得 已經預備了十萬元 一定要抽這隻 在病床都說要抽這隻 那它真是全職股評人 比他們厲害 睡在病床都不忙 要買新股 另外3333我講了 這隻28359 我提回一隻鈴給大家 另外有一隻醫療股 1789 也跌了很多 十一個半 我們昨天是十一個二買的 那這隻18357 也都可以持有 漏了講 有一個朋友 剛才提問我 為甚麼呢 他非常聽我們的節目 我亦都跟大家講了 我們是馬上贏的 1117 這隻農業股好少人買 105買了 我跟大家講了 不需要馬上賣 因為突破了一過兩毫子 即過二是可以飛的 去到過四 仍然還可以再升 因為這隻東西 是橫行了很多年 跟我們之前我推介的那隻 2883一樣 5元 嘩 升到去7元 但是呢 為甚麼我留意這隻 這隻幼伏股呢 是比我們持有830 另外呢 我覺得這個大股 在2723那裏 有較大的阻力 大家不要太過看好 當然我不是說看淡 但我覺得不重要的 指數來到這個位置 為甚麼呢 很多股票升了很多 我提議這樣做 好 你等這個700呢 就去回560元 甚至乎550多元 等它打完那些牛證 我們才買回 這樣它就有機會上去 9988我們不買了 反而3690呢 就OK了 3690我們也提供了一隻美股 很多人都覺得很厲害 這隻東西叫DADA DADA 大家我沒有寫在這裏了 昨晚突破好像升了8元 大家留意這隻東西一定好 為甚麼呢 大家都認為它比美團厲害 而且好像說 很多Fundamental都說到 它的成本低於美團 它接下來的發展空間 比美團厲害 大家記得留意 除了我之前提供的work 另外康迪 大家都很開心 柯達都在上升 留意一下 它落過去6元又升了8元 美股那邊都很多空間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美股的汽車股 我留意一下 也都是review一下 下個星期可以做的事 如果我不想搞那麼多新事之外 175元 如果再落回去 接近21-22元 就會有 我們說的 米萊維尼的VCB出現 在那裏橫行一段時間 令到成交縮減 即換句話說 獲利的人走完之後 它可以突破三十多元 我上次講過這個機械人概念 大家將來整個車 就不單止是一個駕駛 就好像我們看星球大戰 一個太空倉 有床、廁所 他們在發展這個方向 所以變成 手提電話 大家都記得 出iPhone的時候 全世界每天買一部 車來的都是這樣的 全部人都可能買到自己的車 譬如說 現在有劏房問題 到時沒有問題 一人一輛車 住得很舒服 你有自己的空間 你喜歡見面 就駕駛這輛車去太空船去那裏 甚至乎 我知道有些可以飛上天的 接下來有無窮的發展空間 而且每一個人都可以買一格 你看看市場有多大 所以你見到 所有的汽車股 比亞迪 175 Solo Nio 那些全部都大升 大家留意這方面 好嗎 變成不需要一定說 哪一隻號碟全部都升 我告訴你 為什麼呢 當然這個行業一出上去的時候 它就沒有分誰先 個個都買些 裝家實是這樣 為什麼呢 看誰跑出來 當然龍頭的Tesla厲害 反而Tesla 你見到它受到 不是升得很急 上次都是去到400 430多元左右 開始慢了下來 反而落口便宜 就比市場更受歡迎 OK 另外呢 就是這個大市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可以回一回先 我都希望是這樣 下個星期一、二 我仍然都會提供一些紅證給大家 但是如果你不是說 因為為什麼市正在升 你逆市做就安全些好 提供16、186 同時我重複一次 就是那隻241 我們是作為這個星期的主力的 也都升了很多 下個星期 大家可以用這隻1789 和我覺得這個恆大3333 和這個708 有機會會起動 因為配合這個恆大地產 16、186的上升 另外這個京東 我覺得較為穩陣些 因為萬一它跌都慢些 9988和700 我希望它去到一個較為超賣 oversold的地方 我們才買回 那個指數大家不需要太認真 為什麼呢 它是停下來 突然間抽些又下來 2600 很快就變回26600 今天又回到26800 下個星期又可以去到26400 在這個高位那裏 正如美股可能在今年來講 已經到了數了 3萬點、3萬0100 那些股票沒什麼意思 不如我們找一些個別的股票去炒 那接下來我就覺得下個星期 留意恆大系、許生、2669 這些物管股可能就會反而反彈 因為隨著這些700、9988 向下走的時候 那指數如果它突破27 上次有個位 077 那你就看到27300 27400 但如果它不突破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搞指數了 反而它在摸牌 可能會下去打一打 看看會不會有人存了牛證 它是打了才上的 好嗎 下個星期大家留意一下 就買這本Trade Lite的Champion 或者它的VCP 就有空看看會不會幫助到大家 在這個對股票市場的認識 還有有一個進步 不要只是停留 只是買賣這麼簡單 大家會了解到 原來可以用這個方法 每一個星期 找一隻很厲害的股票 你可以聽我的節目 全部都沒有得拖的 Q爺也有份參與 都很開心 2357 如果還有一些都好 另外Q爺也有興趣 就去抽4條6 姨媽希望到時抽到多少 好 大家如果有錢 就留意一下 捧一下許生長 6666 預備還千多億 有排炒啦